大家好 我是CMCMarkets的市场分析师杨燕 今天是2020年1月15号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和美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前夕 那么预计在今天晚上美国时间周三当天呢 这个协议就会签署 那么现在在市场上我之前也有反复通过媒体的渠道 向大家警告过 那么一定要小心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买在预期而卖在适时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过去两天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和新加坡孩子的表现呢 就已经充分的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在昨天礼拜二开始呢 就是开盘高开低走 今天的连续第二天下跌 那么反映了市场对于贸易协定已经早就充分反映了一个预期 那么当这个协议真正要签署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了一个获利回吐的情况 那么不仅是恒生指数本身 在两天之前我也观察到美元和港币的一个走势呢 也出现了一些端倪 那么看到尽管美元和港币它是一个联系汇率 那么港币呢是相对于美元是非常稳定的 它是一直有一个稳定的区间在7.75到7.85这样一个区间 在浮动那么在去年12月以来 我们看到港币对美元是大幅升值的 大幅升值 那么这显示了一个资金从国外流入香港市场的一个情况 同时这段时间呢也是香港的股市涨势非常不错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过去的两天 也就是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看到港币对美元呢是开始有一个回调 走软了 所以这反映了资金面的一个脱离的情况 好了 那我们回来看到衡升值数 衡升值数方面我用了两个技术指标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getless to pattern 那么它是由于由一个OA long leg组成 然后之后呢出现了一个ABCD的形态 当我们发现OA的这一个这一波上涨 之后呢经历了ABCD的回调之后 通常这是一个向上走的一个形态 我们看到完成了这个getless to do pattern之后 我们衡升值数呢就经历了一波上涨 那么现在呢几乎已经是达到了150%的费波纳区延展线 那么目前呢是在29000点整数关口遭遇了一个回调 并且这波回调呢刚好又遇到市场对于贸易的协议 谈成了充分反映之后造成了一个获利回涂的情况 所以衡升值数有可能还会小幅度的回撤 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超级趋势线 超级趋势线这里我用的是10和2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么如何找到超级趋势线呢 倒数第几个这个就是超级趋势线 super trend 那么你只需要点击super trend 然后修改它的指标变成10和2 就可以在恒生指数的日线图上画出超级趋势线 那目前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上涨的空间 超级趋势线呢是维持一个绿色上升的形态 所以呢上升的趋势暂时还没有被打破 但是如果恒指回撤到28230点 跌破我们的超级趋势线的话呢 这条线就会反转向下 那么就会打开进一步回调的空间 那目前呢就是希望这个28200点可以守住 那么这个向上的形态就没有被打破 那么恒生指数短暂回调之后呢 还能进一步上扬 这也是建立在今年的基本面会好过去年 并且最近很多先行的指标 包括制造业的指标呢 都有在复苏的迹象 所以今年的整体来说 新兴市场仍然是会有一个上扬的空间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国标普500指数 那么这个趋势就非常漂亮了 我们看到现在标普是在一个非常强劲的上升趋势之中 并且也根据我画的费伯纳奇向上的延展线显示 目前呢已经差不多跨越了161.8%的关口 并且正在向上迈入200%的费伯纳奇延展 在我的交易策略中呢 200%的费伯纳奇延展呢 应该是一波走势能够达到的尽头了 所以呢这边显示在3340点附近 3340点附近可能会有技术上的一个抛压 那么现在呢也是这两天 美国市场呢走势较为疲弱 也有因为贸易协定 马上就要签订而造成的破例回吐 并且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消息称呢 是美国政府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 都不会降低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 那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3600亿美元的商品 都被征收了关税 所以呢这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它也挫伤了一些交易上的情绪 首先DMI现在呢是由蓝色的上涨的趋势 进入到了一个不明朗的趋势 说明上涨的动力目前并不是非常强劲 市场有可能有技术回调的可能性 然后看MACD MACD目前也是在一个较为超买的区域 并且上升的动能正在减弱 那么如果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继续的 接下来下调的话呢 可能会形成一个死亡交叉 那么打开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最后看一下RSI RSI在前期一直都是在超买的区域 那目前呢由于动能走弱 现在可能会回调进入一个正常的区间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股指虽然说上升的形态非常漂亮 但是它进一步上涨的动能并不是说非常的足 并且我个人认为3340点附近呢会有较强的抛压 大家可以采取较为谨慎的策略 另外再看一下黄金 那么这一波上涨啊 之前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温 所以造成黄金触及到六年新高 但是在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呢 我们看到黄金价格马上进入了回撤 但是在今天啊又有一个小幅的上扬 这也主要是因为全球的股市遭到抛售 然后贸易的不确定性呢又开始升高所导致的 那么黄金现在呢仍然是它的超级趋势线 仍然是向上的 并且短期的支持位在1527美元附近 而阻力位呢就是之前达到的高点1600美元 好了 这里是今天的一个市场分析 希望大家交易愉快 谢谢大家